国盟政府宣布将18岁选民自动登记投票制 展延到明年9月 引起行动党领袖林氏父子双双炮轰 林吉祥呼吁部长们在下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表达立场 如果无法落实这项政策就应该集体辞职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则讽刺身在朝中的伊斯兰党 允许招收未成年党员却反对18岁选民投票 是一个自打嘴巴的极端政党 选委会日前坦诚因为受疫情影响等技术理由 无法在今年落实18岁选民自动登记投票的政策 让各界大感不满 首相丹斯林慕尤丁也在昨天重新 这是选委会的问题 促请国人别怪罪政府 然而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 却不接受选委会和国盟的说法 他强调一些民主国家已经在讨论将投票年龄下修到16岁 可是落后一大步的我国却连18岁投票的门槛都跨不过 实在难以接受 林吉祥今天在首都为迎便馆开幕致辞时呼吁 如果在下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 部长们无法表态决定 那么全体内阁还有选委会主席都应该总辞 他还将炮口对准国盟政府内的伊斯兰党 提醒反对18岁投票政策的党主席 拿都斯里哈迪阿旺 不要忘记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57个成员国内 有9成已经落实相同政策 包括沙地阿拉伯 伊朗和利比亚等 所谓的思想不够成熟 只是借口 陪同林吉祥出席活动的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与父亲口径一致 讽刺一党一方面允许招收未成年党员 另一边却反对18岁的成年人投票 根本是双重标准 你要入党你要成为回教党党员 你只是限制13岁而已 所以如果可以入成为回教党党员13岁 你投票要18岁也不能够 这个是自打嘴巴 所以这个是一个再次展现出 他们的那种谎言而虚伪 所以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 而不符合马来西亚精神的一个政党 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政党 至于巫统土团党 还有一党近期出现的矛盾与裂痕 是否将魏西蒙在下届大选带来优势 林冠英则认为 必须先拟定具有胜算的方案 再加上人民保持信心 就有重夺正确的机会 林氏父子也对配合林吉祥80岁生日 推荐的迎变馆给予厚望 希望这个集合80名艺术家作品的画廊 能够激发新一代对我国政治的想象 以及面对作者也要坚持改变的梦想